极客鞋谈不要跑得慢 今天请来两位我们跑团里面的大神 然后他们来给大家说一说Nimbus的长测 但这双鞋其实又不是符合他们平日里的一种训练或者是比赛习惯的 所以我也很好奇这双鞋他们到底穿下来感觉如何 但首先他们的足弓的跑姿都还是比较符合的 我说的没错吧应该 没错 先介绍一下这个是对花以防大家不知道 然后把它的B站账号打出来给大家看一看 然后这个是阿黑之前也是应该大家也知道的 B站账号来打出来给大家看看 你们跑了多少这个鞋 我跑了100公里出头 我们跑了大概60左右 60左右 我们还是从中底吧 中底 因为它这个鞋我们拆解镇也可以看出来 可以我们拿一下中底拆解镇 因为它是分了三种材料 就是后跟的轿 然后还有就是上面这个flatphone 也是最下面的一个propeel propeel是最大的吗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前掌植骨的小鹅蛋 一点点 放在阳光下看它是透明的 有点像一个晶蹄的 特别像养蚂蚁 像不像 是不是 是的 就小朋友养过我小时候养过的跟一模一样 然后它其实欠的比较少 叫这个我们看了一下应该是用来做给它做一点支撑之类的作用 因为大部分的缓冲还是依靠这两种材料来吸收掉的 然后跑的时候我自己跑因为是慢跑鞋嘛 所以跑的比较随意 有种比较有氧的一个配速在跑的 整体和其他这种慢跑鞋最大的区别 像那双21嘛 因为我没有穿过它前台 但依据对话的一个体验来说 这双它穿了有700了 这个结构就完全不一样了 对 结构完全不一样 我觉得它这个就实的缓震 实的缓震比较多 就没有那种缺少软弹 就这一带就很多回弹会更多一点 会给你更多的反馈吗 我跑的大概都是15公里20公里左右的一个距离 跑了4次 然后最后两公里都会冲一下 在比较高的配速的情况下 它因为它弹嘛 然后它其实前掌之前讲到它做了滚动 然后较快速度冲刺 像三分十左右的一个配速的时候 因为会有滚动 再者它的材料比较弹 所以整体的感觉还是比较良好的 我穿过GT2000 GT2000也跑速度 但就会有点个着 有点拖沓 对 有点拖沓 它会有点分离感 但这双就还行 就除了重量稍微有点重之外 因为有300多克 你尿跑的话也能跑 大家可能还是用来慢跑 然后我觉得它这个软 不仅来自于它这个材料 因为它做了滚动 这个拖鞋可以吗 可以 企业文化 因为它不是还有个弧度 然后你踩下去的时候 它其实这里有个形变 它这样回弹过来也是会感觉到软 你就说它也有敲敲板的感觉 系列结构上的软 就像21代它也是软 但是它只是实的缓震 而且是整个长都是一种的那种缓震 它这个鞋垫是软的 Otholite 对 Otholite的鞋垫 这个就比较 是EA的吗 肤肤肤肤肤 就跟阿迪的那种竞速鞋一样 这个就没有软到 它可能加了这个鞋垫的话会好很多的 然后大家如果跑的时候穿篮球 冬天比较冷 然后穿篮球 穿了我真的挺舒服的 更软 对 它会更软你的环球会更好 然后还挺薄暖的 因为男女差异 它那个支撑片不是女孩 会跟男孩的不一样 对 你自己有什么感受吗 你们对这个支撑片能有任何感受吗 它离我太远了 因为我踩不到它 OK 我有踩过那种 就是地上不是有那种凸起 那种 然后我在马路上跑的时候 有去刻意的去踩它 就是让它中足去碰到它 但是中底表现还是比较稳的 就不会说 比方你踩跑跑到一个石头上面 就要崴了之类的 就是你还是有用到 对还是有用到 你是没有用的 我用不到 我彻底踩不到那地方 然后它这其实做剪了 我觉得是剪法也不是说就是不好 它就露空了之后 感觉其实女生来说已经很够了 它这样就可以剪鞋重什么的 中底就是你们主要说的结构 然后说这些东西 你们对这个 比如说它的叫有什么感觉吗 现在 因为它最拿得出手的 就大家还是会说是这个 这是广告 广告 你觉得只是广告 我觉得它我踩不太到的 而且你看它在这个位置只是一点点 你除非这样着地 是不是 就通过拆解我们是发现 它确实就是在 就有一点 对 只在外围 但是它这个位置 它肯定是要一点填充的 但是它可能叫就是一种适合的填充物 但是它的作用可能就不是 缓震为主 它可能就是因为它密度比它大一点 或怎么样 给它做一点支撑之类的 填充一下 做支撑稳定一点 对 那就是你们还是普遍认为 后跟叫是秀肌肉用的 或者是广告 嗯 不 就它广告打的话是缓震 它其实我觉得这里不是缓震为主 是只靠那么点缓震 对 因为它现在在叫在这里 虽然没有很缓震 但是它是适合的一个材料放在这里 嗯 那这个呢 这个也是 这个没有感觉 没有感觉 这个也没有感觉 也没有感觉 感觉肯定是没有这么小一点 然后我们不是还讲到男女差异吗 这双鞋在落差上面 男鞋跟女鞋的 哦是吧 落差也是不一样的 男的是10 女鞋是13 13 这么高 对 那你不会有穿高跟鞋的感觉 我查了很多文献的 嗯 然后它 其实我第一次查 我觉得就得出一个相反的 那个推论 它是说女生呢 因为什么有那个臀部肌肉啊 然后那种生理结构上的差异 嗯 然后女生其实是呃 穿那种zero drop的比较好 对膝盖受伤风险比较低 嗯 但是然后我看了之后就很迷惑 那它为什么这样设计 那不是相反的吗 然后后来又看了一篇文献 它是说就是如果是有drop的话 就呃落差大的话 有利于减少这个小腿三头的压力 嗯 就是相当于女生 其实呃 首先他体重轻 他其实是不容易 呃膝盖受伤的风险是比男性小的 嗯 再加上他们呃 强度也没有那么大 然后他的肌肉力量比男性弱 所以说他可能两个点都是对的 就是他权衡来说 他选择了后者 选择了让你的呃小腿就稍微轻松一点 可以增加运动表现吧 落差 呃因为有实验做过嘛 嗯 不同的落差让跑者去跑 嗯 然后落差低的鞋子 你跑者会偏向于增加他的步屏 减少他的步伏 这是一个趋势 嗯 然后落差低的鞋子 呃因为你跑步的时候 你关节肯定会受到力 嗯 跑鞋的作用只是说把你的力 转移到哪边做到一个平衡 嗯 他们一直在做这些事情 嗯 然后低落差的鞋子 相比来说可以减轻你膝关节的一个 负荷的一个 对对对 存在 嗯 然后随之而来 因为你落差低了嘛 像像这类鞋子落差低了之后 那你的踝关节肯定要做更多的弓 嗯 做更多的角度 那他所负荷包括你的肌腱 包括你的跟腱之类的 嗯 都会受到更大的力 嗯 然后呃因为女性也刚才讲到了 女性可能力量比较差 嗯 然后步屏其实很多女生 高步屏的在女生分部比较多 对 所以他落差大一点的话 其实对于他时空方面一些参数像步屏啊 这种影响不会特别多 嗯 反而可以 而且女生我觉得 其实受伤风险是呃就数据来看是小的 但是他肌肉力量薄弱是真的就很明显嘛 嗯 所以可能是为了增加运动表现嘛 对可以让他省力一点嘛 嗯 然后大家都平常穿的高落叉鞋穿习惯了 嗯 就也可能没有感觉会特别难受 嗯 然后这两块东西一块硬一块软 你们有感觉吗 踩下来的话 我感觉不太大 感觉不太大 因为我基本上用前掌跑 呃这个地方我感觉会让我的足弓有一种软着陆 嗯 嗯 足弓软着陆 嗯 就是一般足弓支撑不是他们可能有的鞋直接就是硬的来嘛 嗯 然后这个鞋子因为我是可能踩不到底吧 我就可能会陷进去 就我需要他的时候他就在 我如果可能踩下去比较深 他就会有一种贴着你的那种感觉 就不会很个影 对对对对对 而且是软的 那你有这种感觉吗 因为这双鞋是慢跑的嘛 所以我前面跑都是用中后去着地跑的 嗯 然后还是会感觉到他不太一样 前面可能体感的话更薄一点 然后后面的话会更加的实在一点 就我需要去这样去怼那个地面 嗯 才会有感觉 才会有说有一点正脚 那就这个还是有用的 对还是有用的 他做多密度还是有一定的作用 好的 那他前后落差这么高 我在想他会不会改变你们的跑姿 因为你们其实平时你是习惯穿街后的高的鞋 嗯 你是他应该也习惯吧 也是 但是你想 我觉得他那个落差 要就是你如果着地的落差是低于他的鞋子的坡度 可能会受影响 但是我觉得我是高于的 他即使是有落差 但是没有他就没有到我着地的那个角度 我懂 就是他反正不会改变你原来的跑姿 对 对吧 因为我自己穿高落差的鞋子的时候 我就会倾向于用后跟啊 或者什么 可能你着地的角度是小于这个 小于这个 对 你就说他影响了 这个分界点不在于他的落差大小 而在于你 我的跑步习惯 对 而在于你着地的时候角度的大小 然后针对于上一代来说升级就是非常大 可以说是 因为你穿过上一代 脚感很不一样 对 但是我这鞋子其实说实话 嗯 我可能穿个十五六公里之后 然后我就觉得他就变成这双鞋子 哈哈哈哈 就是我肯定是踩不穿他嘛 就是我能踩到的那一点缓震 他死了以后 就变成他 表皮才死 对 我把那个表面的软弹踩没了之后 就变成了这个 那但是下一次又有了 对 下一次又是 然后你下一次又有个十几公里的软弹 然后完了就变成这个 那他踩不到中间的厚的那个地方 我踩进去了 体重或者力量不够 他就用不到那么多的缓震 哦 对于大体重的人来说 可能就能整个极限会更高一点 ok 但是我觉得大体重肯定会 还是会感觉软 为什么 因为我 就之前我把它踩硬了之后 然后我就去路边踩那种排水道 你知道吗 就有很多格子的那种 那我就受力面积变小了嘛 相当于 增压力不变 那我还是可以更多的形变 说明它里面还是踩不实 我还是没踩到 嗯 就它其实还可以踩很多进去 但是我体重的原因 下面我们说鞋底还是说鞋面 鞋面 鞋面 鞋面我还蛮喜欢的 嗯 因为它鞋面 特别鞋头这边 这个颜色可能更明显 嗯 就是它有做一些稍微不一样的处理吧 但其实差别不大 我最喜欢的还是因为你跑的时候像前面几代 这个更偏一体化一点嘛 对吧 也没有贴更多的东西 它这边会有一些胶啊 这边坐在这边 它这个就看不出来有透气孔 你不仔细看 对黑色的就更看不出来 黑色的其实很不明显 就像一双还挺stylish 就是怎么说它表面很干净的一双鞋子 对对 你穿万一就是人家说你这不是跑鞋 你也可以说我不是跑鞋 对 就是休闲鞋 这个点是我为什么选黑色 因为黑色 你平常穿出去也很像一双休闲鞋 他们都选了黑色 对 给了他们一个很大的表格 他们都选了黑色 发错了发错了 他选的是黑白 你觉得黑白 鞋宽也发错了 鞋宽也发错了 但是还好了 就是第一选就是宽的 女生是宽的 对 没有好宽 挺好的我觉得 挺好的 然后这个鞋面其实和它的滚动 我觉得是有一定联系的 就这样子的时候 对 像一些你看像这个鞋 它褶皱就比较僵硬 有道理 这样褶皱的时候就变成一个V字形 对对对 真的变成一个V字形 你那个是一个 只有一个面可以折 是一个就是这样一个嘴巴 一个笑脸 然后这个是个V字形 就是小丑的嘴巴 因为他们的脚都很瘦 我是宽脚 他们穿如果拉紧鞋带都没有什么褶皱的话 就还真的贴合感不错 对 而且我们是宽了的 我们是宽了的还是ok的 我这装是4亿的 对 对 我都穿的是这个是2亿的 我是瘦脚 然后穿的是4亿的 然后你也觉得没什么是吧 就是说有一个好的脸 虽然它很宽 但是它的鞋身这边的锁定很好 脚背到你整个脚踝要锁的都很好 锁定好 对 然后前阵子跑的时候脚趾冲黑了 然后正好它很宽 就没问题 脚趾就很舒服 就不会冲倒 鞋身的面料之前也讲了就很舒服 很舒服 真的 这个你看上一代是啥面料 我跟你说 这个我发现有不同 它这个是十字的纹 你看 就是它纵向和横向是没有太大区别 这个就是横向的 就是它上下垂直的摩擦就是比较大 然后就可能更固定 对 我愿称之为今年最佳鞋舌处理材料 真的是 这个材料真的很好 单向的 这个是横着竖着都可以 然后还有这个地方也不一样了 这个地方 就是双层这里 对吧 鞋带孔 马爷告诉我 只是这样子弄 它可能会出一个角度 就会 鞋面可能会扣不到 但是它垫了一层 它就不会 我觉得这个双层很内的 垫了一层它就不会把你这个鞋面 把硬的TPU热压跟你的脚 还有网布全部分隔开来了 做了一层垫布 这层垫布超级用性 你这样从阳光下看 还是它很动态的分布的一个 它没有说这里很大一块网眼 然后这里很大一块网眼 它基本上是有一种弧线 而且它这个鞋面是有环保材料 是吧 还是20%以上 它有酱 是重新利用的材料 可以 这个真的蛮好的 而且它这个地方变了之后就变脆了 就裂开了 就因为它前面很脆 这可能是大家可能会觉得亚瑟士升级鞋面最明显的一次 因为很多人习惯是今年出来亚瑟士我们就买去年的打折款 因为每年改动都不大 然后这一次我觉得Nimbus真的是改动非常大 可能上一代人家就再打折我也不会买 因为这一代确实很好 港宝硬度然后吊后跟你们有没有 因为我没有觉得这个鞋吊后跟 因为亚瑟士的鞋容易吊后跟 因为它后跟做的比较硬 港宝做的比较死 有的人可能脚型不合适 或者大小没买好就容易漏 然后但是它鞋面就改了之后 就里面内力改了之后感觉更摩擦力更强 对 就不容易掉 锁得更老 鞋带我是很喜欢的 对 我看上一代鞋带 这个是圆的 这不是上一代这是上上代 上上代 我觉得这个扁的我喜欢一点 这个不容易掉 我就喜欢这种鞋带 一个节它一直都不会掉 之前亚瑟士的鞋带是过于扁平 过于薄有几代是 然后有几代又是出了这种偏圆的 然后这次鞋带我觉得 又不是那种非常圆的那种鞋带 填充特别多的 现在是填充不多 但是有一定的扁平 然后又有弹力 我觉得这个鞋带是刚刚好 我觉得我之前穿这个跑步的话 就你分配的时候 我感觉稍微有点坠 但是这个鞋子它就不会 因为呢 坠是什么意思 就是有点沉 有点脱 就还是重了 因为我买这个鞋子的时候 我其实后悔了 当时当下就后悔了 当时是我跑了全马 手马 然后我伯伯很高兴 然后给我奖励 然后我就用那个钱买了 这个当时新出的还很贵来着 这种比较贵了 然后买了之后 很后悔 因为我只穿了100多公里 我觉得哎呀 这鞋子好重 又坠脚 再有就是那时候是那个群里的影响 他们给我介绍了 阿迪又是三 那个鞋跟这个鞋就没法比了 觉得就不是一个类型 对 那就很轻巧了 然后我把这个 我就把它放了一段时间 然后我就当时觉得 哎呀买亏了 但是后来我脚出问题了 就训练量比较大 然后没怎么休息 出问题了之后 这个鞋就成了我的日常 走路也穿 慢跑也穿 就感觉已经是一双 很好的医疗鞋 这双鞋其实 它价格虽然高 但是我觉得性价比还是在的 因为我穿这个鞋子 我经常走路出通勤 我老穿它 再有就是我光跑步就穿了700多公里了 就基本上要两年了 走跑有大概1000多肯定 就买一双这个 可能大家觉得贵八九百 但是你可以穿两年 对可以穿两年 就而且它已经是1400 我感觉应该1300 1400公里了吧 就总共加起来 还是蛮好的 其实也还能跑 稍微有点老化了 其实看得出来 很多都变脆了 但是还是ok的 而且这双鞋我觉得很好看 就是比较自古了吧 对 复古可能好看一点 大家审美都是 转回去了 嗯 当时我跑过60 有一次60公里的穿的这双鞋 就新款了这个 然后一般穿60公里 他们都很聪明 会戴两双鞋 然后中场休息的时候 踩死了就换一双 但是我当时很想换鞋 因为我踩不下去了已经 这前掌 然后我就 后来我就是哎 那我后掌着地吧 后掌真的无限软弹 就是一直跑到了我60公里结束 都很好 鞋底 你们有 你们磨损怎么样 觉得 有一个点的磨损 特别明显 这四条 在这边 你摸一下 我这就知道它凹进去了 它本来就做的凹的 这里是本来做的凹的 对 本来就做的凹的 它这个不是完全一个平面 它在你立的引导线这里 它做了一个凹槽 你看不到 它原来是有 它这个线就是跟一些跑鞋 它中间会做一条红的线 那凯亚努就有 以前宁巴斯是没有的 以前宁巴斯就是纯粹是前后这样分离的 反正就是它并不是你表面上看上去的 平的 就一刀切 它实际上里面还有一些内涵 你要说磨损的话 60公里下来只是说磨掉点表皮 慢跑鞋主要就是耐磨 你要是穿着穿着哪掉了 或者掉了一大块 我觉得就不太合适 这个好像 这个让我感觉起来比软很多 因为这一次的前掌橡胶很软 真的很软 而且它还挖洞了 就挖洞的话 给它形变的空间它会更加软 对 然后省材料 我觉得这袋大底也可以 你抓地呢 抓地很好 蒙门腿 它软嘛 雨天 雨天也还可以的 在一些磁砖地上也抓得牢 也抓得牢 它有点像那种锡盘一样的 有点那种 因为它软嘛 它软了之后 它硬度比较小 它整个是变味的比较多 踩那种光滑的地 有那种滋咯滋咯的声音 对 我也是有的 有了 缺点有没有 这个斜大底的 硬要说缺点的话 重量 硬要说 也还是重量 我觉得硬要说的话 就是它越软的 越容易磨损 它可能长距离之后 没有以前那么 因为它软嘛 它可能你不能穿太久 就是你一周都穿它 太阳的鞋 可能还是会对你脚底有一点 对 你们不说 不说足弓会有不舒服吗 但是我不确定 是不是这个造成的 但是我们两个恰好 我是原来是有点足底筋膜炎 它也是 然后我们这两天 我是天天都在穿这鞋 走路也穿 跑步也穿 然后我这两天就感觉 足弓会比较痛了 已经比较痛了 都快瘸了 它也是 有一点 但是我不能说确定是这个 但这个鞋子确实有点太软了 因为软和你足底的不是 是容易联系到一起 对 所以这我不确定 有可能 就是它软的时候 你的足底就会依赖它 然后依赖的时候 你足底就受力的那个能力就下降 然后会容易疲劳 所以就大家尽量还是穿这个鞋跑步 不过鞋子都这样 就不能一直穿同一双 对 那是跑鞋大魔王跟我说 你起码要有三双鞋换着穿 然后最好是前后落差 然后各种都结构不太一样的 充分锻炼你脚部的每一块肌肉 或者腿部的每一个肌肉群 然后你们这里也没有什么要裂开的现象 因为老的这里都会裂开 这个还是新的 还是很担心 其实还是挺担心 它长距离之后的一个 就是更长时间的 比方一双鞋子 像很多资深的一些跑者 他们会用一双鞋跑很多 对 有些百分公里 1000公里都会跑 跑到那种时候可能会撑不住 OK 所以这次总体来说 就是这个鞋有升级 材料结构 鞋面工艺都有挺大的升级 包括鞋底的一些设计 你们觉得评级的话 你们会给什么评级 推荐 最好级 最好级 有点贵其实 最好级是卖爆 卖爆 你觉得这卖得棒吗 不太卖得棒 卖不爆 卖不爆 就看它的实力存在 但是我应该卖不爆 那就是超值了 价格在 不太好出圈 所以它不太卖得爆 那对 颜值 而且其实很多人会觉得它 就是我看到很多外网评论 说它的很boring 每一代都这样 但其实我是觉得 每一代都比较优秀 做的比较好 所以大家就没有什么惊喜 那这就到这里了 极客鞋谈 不要跑得慢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哈喽大家好 我是跑龄在半年左右的 萌新验刃 今天来分享一下 Nimbus穿了100公里的 这个使用体验 然后我穿上跑了一个半码 以及常规的一些训练 然后鞋底我看了一下 我觉得它耐磨是非常的优秀 因为我觉得这双鞋呢 它的耐磨是要吊打 我曾经的一双 这个Kaino的25代 但是呢 大家应该也知道 就是Kaino的它的耐磨 已经是非常变态 非常恐怖了 至于抓地呢 干燥路面自然不用说 亚特市的鞋 是不可能出现问题的 不过非常遗憾 就是上海最近呢 是没有下雨 所以呢 分享不了雨战的这个表现 不过我相信 应该也没有人 去穿慢跑鞋 跑雨战 前面呢 这一代的Nimbus呢 比上一代呢 是舒适度有提升 但是它的这个透气呢 是有所下降 尤其是在跑强度的时候 心率一旦往上飙 它就有点懵脚 然后呢 就说一下它的这个尺码问题 这双Nimbus 我觉得它比其他的亚瑟士的鞋 要短一点 并且要宽一点 所以大家在选购的时候啊 有条件的话 还是去店里面试一下 同时呢 作为一个亚瑟士吹 这里呢 也是在说一个小插曲 就是我家这边 是一个郊区 然后这边的话 是有一个非常小的 一个亚瑟士的店 然后我在里面试穿一下这个Nimbus 22 当店员阿姨得知我这是Nimbus 23的时候 她惊讶了一下之后 然后拿起了我的鞋 就说了一句啊 这双鞋居然做了滚动 然后店员阿姨就询了问了我一些这个跑步情况 然后她就表示 店里暂时没有非常适合我的鞋 因为跑鞋呢 除了Nimbus 卡安诺 就只有一些休闲跑鞋了 然后从这个小插曲之中啊 大家应该也能知道啊 就是即使在郊区 只有一个门面的亚瑟士店里面 里面店员都还是比较专业的 我相信这一点呢 也是很多人喜欢亚瑟士的其中一个原因 刚刚的小插曲中呢 也提到滚动 这双Nimbus呢 它的中底呢 的确是有滚动的感觉 不过比较尴尬 就是它的滚动 除了第一次上脚 有明显的感觉之后啊 接下来几次 跑步基本上是感觉不到的 前掌呢 它的缓震和脚感呢 是非常好 跑半马21公里的时候啊 我是没有感觉到 有什么缓震上面的衰减 同时呢 它的鞋中底的这个足弓支撑 也是非常到位 然后最后呢 就是这个鞋前掌 大家不要以为Nimbus 23 是一双缓震系的跑鞋 前掌就会十分软弹 甚至说是泄力 虽然后是且耐久 还不错的这个鞋垫 以及中底部 能给到非常不错的脚感 但是呢 实际跑步过程中呢 它的这个前掌中底材料 除了跑强度能感觉到 些许形变之外 正常的慢跑的时候啊 我基本上是感觉不到 前掌有任何的形变 就是有那种在干燥 且硬实的土地上 跑步感觉 缓震充足 虽然感觉提不起速 但是也不会因为泄力而感觉到疲倦 所以呢 我穿这双鞋完成了 我人生中第一次半码 也感觉比较轻松 我给它的评级呢是超值